殘骸救世亞航客機之前 大家的疑問就是這架飛機 為什麼會突然間沒有任何求救訊號的情況下 就這樣不見呢 現在當然都還在搜索當中 找出真相就是接下來最重要的事情 來看報導 印尼當地時間28號凌晨5點半 亞航QZ8501起飛前往目的地新加坡 36分鐘之後機長呼叫航管遭遇雷雨帶 要求向左轉向並爬升到3.8萬英尺 飛航專家認為飛機要求轉向避開壞天氣很合理 但為何爬升卻讓人費解 由於當時正有其他飛機經過 航管中心當時拒絕了亞航機長爬升的請求 這是一個航空機的飛機 而它顯示是這個特殊飛機 在一個高度的36,000公斤 在爬升上 但在約105公斤 太慢了 去保持飛機 專家懷疑亞航請求爬升被拒之後 有可能還是進行了爬升動作 卻因為天氣惡劣 通常逆風和失速 或許因此導致了失事 好 我們之前討論過 這一家廉價的航空公司 可以說是航空界廉價航空的模範聲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不可挽回的一個消息 一個狀況 而且造成現在這樣的一個局面 而且最重要的是 現在還在搜索過程 探討原因是一件事 先前還說它可能能跟馬航的航空 發生了一樣的狀況 現在好像可以排除 應該是不一樣的喔 是 那截至到我們錄影的時間為止 根據印尼的民航首長 他已經證實了 因為他自己的說法是說 在最近我們看到畫面上面 在海面上爪哇海域的這個 所發現到一些漂流的物品 這是下午最新的 對 那他們證實說 就他民航首長的說法 他證實說這個是屬於QZ8501的物品 就是這一家航班 但是因為亞航目前還沒有發表 這樣的一個聲明 截至到我們錄影為止 因為才剛剛發現 還要把它撈上來才能證實 之前其實都陸陸續續傳出來講說 有這個海面上有兩片大片的浮游的油漬 那後來經過調查之後發現說 那個其實屬於暗礁的陰影 所以已經排除掉了 那就是誤會啦 那也有講到說什麼 有些地方什麼陸地上啊 出現出這個所謂的煙霧 那本來是大家都要去查 不過現在從這個所謂的 散落物品的這個地點來看呢 是從這個亞航 它從雷達消失處 大概往外延伸 大概是約十公里的地方 所以他們民航首長去查 位置應該也沒錯 對 就是說如果從那個 整個散步的那個方向 方向還有它的位置來看呢 那目前它的這個所謂的 印尼的這個民航首長 是已經證實啦 它自己當地媒體也報導 印尼他們那邊證實啦 是是是 但是因為亞航自己本身 我還是強調說 亞航並沒有出面 還沒有出面證實這件事 所以這個部分都還必須要再做調查 那當然呢 在這一次搜救的過程當中呢 原先他們是鎖定在這個海域上面 那現在呢 在一次在騷擾之前也傳出來說 他們不排除往陸地的方向去進行搜索 而且呢其實 因為如果是在海的話 很多的這個大範圍的面積 加上海底的地形 其實並不是那麼的清楚 所以呢本來是說 比如像這個所謂的韓國啊 或者是這個新加坡 馬來西亞 印尼這邊 他們派出他們的這個船艦去搜救 那其實呢 印尼方面其實也已經跟這個所謂的美國呢 希望他們能夠提供 所謂的聲納探測的這個儀器 來去了解當地的這個海域的這個地形 不過現在因為有陸陸續續有一些這個殘骸 那應該就可以集中在這裡了 對 目前大概十個 而且它裡面講到說 有扶上來的有所謂的安全門 那有可能是這個所謂救生梯 逃生梯這些東西 慢慢都已經上來 那基本上應該可能八九不離十的感覺 是 那所以現在就等到這個印尼的 這個就等到亞航 它正式的來證實說 這些殘骸是屬於什麼樣的部分 但是很多人就把這一次的事件呢 跟MH370就是之前馬航的這個消失的時候 大家做很多的比較 因為通常 因為兩個如果從乍看之下 很簡單 都是好像類似的 它就是突然間的消失 不過我們這邊也幫大家整理一下 就是說亞航跟馬航失蹤的九個不同的點 首先你會看到第一個 馬航 就是馬來西亞航空 它是屬於國營的航空公司 可是呢 亞航就像您剛剛所說的 它是屬於廉價航空 可是它雖然是廉價航空 它的飛行紀錄其實很好 也沒有說人家覺得說因為廉價 所以它的飛行紀錄就非常不安全 沒有 它反而是磨半身 所以人家有人講說 亞航是這個 所以廉價航空裡面的上升股 那馬航就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馬航自己本身 債務上是有些問題的 所以經營上面原先就有一些的困難 第二個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 馬航跟亞航的飛機的機型 其實是不一樣的 一個是波音的777 另外一個空中巴士的A320 那個其實就比較大胎 那再來就是說呢 MH370的這個所謂的飛行 機長的飛行的時數呢 其實跟亞航的機長飛行時數也是不相同的 因為馬航的這個機長 它的飛行時數其實 如果經過統計的話 這邊有個數據給大家看 它的飛行時數是1.8萬個小時 可是呢 亞航的機長 它飛行時數只有6100小時而已 對 包含連副機長 其實都是一樣比較弱的 所以很多人當時也有去質疑說 是不是因為它的這個所謂正負機師啊 它的這個所謂經驗不足 導致在整個的有零時 可是6000多小時其實也應該夠了 而且它可能只是飛行這個機 這台飛機的時數或者總時數 這個當然是需要再過查嘛 那再來就是 在馬航失聯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它其實當地的那個氣候 其實狀況是OK的 可是呢 這一次的這個亞航的狀況卻不一樣 因為它要經過一個這個雷雨的地形 對 這我們講嘛 天氣是不好的 那所以呢 它其實也有跟這個所謂的 在對話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你還記得在馬航MH370的時候 它所最後一個通話 所顯示的叫做Good night 就是跟它說晚安之後呢 那個飛機還飛了一大段的那個位置 然後還這個換了高度 然後往前再飛了幾個小時 可是呢 在亞航這個部分 它就有點 它就非常的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呢 現在從塔台的這個通話裡面呢 發現它們跟這個 所謂的塔台通話是正常的 而且這裡面還有因為 我們剛剛講說 它經過一個爆雷雨的 這個氣候的狀況 所以呢 它甚至就要求說 我從32000英尺的地方 希望能夠爬升到38000英尺 結果塔台當時一看說 不對 38000英尺的那個位置 上方有另外一架的飛機 所以它當時有拒絕說 你不可以往那個位置爬升 不過陳如剛剛雄輝所說的呢 其實後來呢 看起來亞航其實有做了 一點點爬升的那個狀況 然後這個也是在通話裡面不一樣 那另外在通信系統的部分呢 大概整體出來 就是馬航其實大家會發現到 它有一個AX的那個系統 當時大家有談論到 是它應該是被人為給關掉了 可是呢 在亞航的部分呢 目前大家都還沒有知道 什麼都還沒找到 對 那因為它的狀況 其實在飛行過程都很正常嘛 那另外出事的原因呢 到馬航為止 馬航到今天為止 還在有人猜測 那還是謎啊 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任何的跡象 東西不見 沒有殘骸 人也都不見 然後沒有任何的證後 你說它現在消失了 你也沒辦法證明 是 所以當時還有人傳出來說 也是不是飛進了一個 益次元的空間 甚至想說是外星人帶走 那都沒辦法證明 當時有太多太多的揣測 可是到目前為止都沒有 但是如果以今天 最新的狀況來看的話 亞航其實它 因為它陸陸續續 如果那個殘骸 真的是被證死的話 那大概整個的真相 應該很快就會出來了 那最後我們也來看一下 就是說整個在地形的部分 因為馬航消失了 那個印度洋的那個位置 它的海域比較深一點 所以那個地方探測比較難 那但是亞航的這一塊 我們剛剛講到爪襪海域 那它其實沒有那麼的複雜 那整個的在狀況裡面 你可以看到 在這一次亞航裡面 因為它的距離 它比較好判測 所以在這次搜救商的行動當中 其實很快 那可是你再回想一下 馬航那個時候 大家還講說奇怪 為什麼哪一個國家 不趕快伸出援手 為什麼好像大家還在等待 好像不願意在第一時間投入救援 當時也都存起了 很多的這個所謂陰謀的揣測